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说我成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烟谷、汽车、铭记、散尽一富家财 民国之初,内战凭迎,蓄势生灵涂炭 但在政治、学术、思想 以至日常生活上都有着急速的变化 社会上因而出现了一些游显的二世组 而在二世组当中,都有分是旧色和赤色 旧色二世组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关阔少 他们的作风也是偏向比较颓废 几进深的大屋在里面吞云吐霧,至世事于不顾 分到日上三光都未肯起身 已经去到可以用古代诗人的诗词利用这件事了 就是万事不如枪在手,一生己见日当头 反正在达到 μörlen去非计划 而且在是计划舍常的一�� 也会選擇abile 如果这班阔少就愿意以宠着这种以锦英 etti用才主的ビdask 投放在家里的老人家身上 甚至偷 Schnurlen在家妍身上 已经不幸中之大幸了 除了这班西关阔少之外 另外还有一帮新事士组会被人称为香港少爷 因为欧风冬截,所以穿着的服饰都开始细化 明示的风流可以从他们穿着燕美服的打扮提得见 甚至乎在喜居饮食都潜移密化地带入少少的羊味道 将很多华人认为是颓辉,变成他们所说的摩登 坐汽车,养羊狗,用人灯,跳羊舞 每天凌晨驾车去浅水湾喝早茶,甚至在餐室,享受下午茶等等 不少少爷都重情声色,喜欢买醉尋风,玩女人,戀鸣记 更加甚至有老人家会和自质说,要他们趁年轻出去玩一玩 出去尽情方施,但最重要是堂堂正正和阔阔灶灶,不要有欲家明 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名乎其策的香港少爷庸老五 他会读英文书,每天由私家车接送 同时又配备一架电单车在半山区辞呈 当年的阔寿大多数都是将家财摆在烟谷,汽车和冥记身上 但用老五的摆架方式其实都只有两样,就是妓女和烟谷 老五是家中的小孩,能够承接一大笔遗产 而老五的性格有点孤方自想,不太喜欢结交朋友 他原本是学界的体育明星,尤其擅长打网球 又喜欢开电单车 他除了喜欢开电单车之外,当然开车也是他很喜爱的活动 有一次老五哥哥跟老五说,告诉他有一间剑红俱乐部 是由一班少壮派发起,转被名流洒落 当然也会带老五去玩 在老五开厅之際,朋友会介绍不同的妓女给他 但他觉得这班人都是他心目中的荣之族粉 每一个看得上眼 因为老五刚刚离开学校 平时开电单车畅游半生他之際 各校的女生都为他谈到,那他又怎会对一些经过人工加工的妓女有兴趣呢? 老五涉足花长未久,眼见这班清流女子逐不可耐 除了有朋友介绍的长乐仔洪玫瑰 洪玫瑰本来是良家女,更是某著名女校的高材生 可能是因为醉心自由恋爱,不肯遵从古老例教 封父母之名听梅着之言 亦都不愿意因为这样而嫁给一个绝无学识 四人俱齐的原父子弟 所以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最终被逼走上清流 但又无端端和老五这个初出校门的男生 硬硬扔低书包,就相遇了 他两个自然情投意合 每晚都在俱乐部温泉一阵 去到晨光稀微之际 就由老五趁着驾车 环绕港岛半周 之后去到浅水湾酒店喝早茶 其实生活都挺捨意的 然而老五这位二世祖 玩三几部汽车 带一位名忌 其实所费都有个限度 缺不会因为即刻这样 而马上倾家荡产 那为什么老五会为一个烟菇 而花散大部分的家财呢? 原来老五忠情烟的程度 却不是纯粹忠情一个所谓的烟菇 而是一些食烟的小工具 这些食烟的小工具 可以去到非常之精美 亦都非常之名贵 而因为这些食烟的小工具 老五就在他们身上 花费了很多不同的金钱 首批的金钱 亦都现在看回是价值不菲 这一位老五花费了很多金钱 在这些奢侈品身上 结果原来不是名忌 散尽了他一副家财 而是最后因为烟 或者烟菇相关的东西 耗尽了他一大片的光阴 家财甚至乎和他们的健康 dans 大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